有机会再看看内部是怎样 讲到这里 应该要讲一下主题 但是讲主题之前 都是要看一看 提一提大家 在2021年的1月6日 或者我们的时间是1月7日 发生了美国的167政变 暴动加政变冲入国会大楼 冲入他们的国会山庄 当时有个情况 当时有些企业 有捐钱给支持167暴动的议员 到现在都是有167的议员 支持167的议员 还是坐在美国国会里面 那些差不多全部 应该是共和党的议员 很多 现在美国人抽了丰田出来出气 为什么要抽丰田出来出气 第一 我认为他们是一间日本公司 他们是日本公司 所以抽出来出气 成功的机会就较高 现在有一群人就说要杯葛丰田 但是不仅是丰田 是有捐钱给支持167政变的议员 支持167政变的议员 其实是收很多不同地方的捐款 不同公司的捐款 包括什么公司呢? 通用电器 General Electric City Bank 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 还有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 亚马逊 Intel 就是做CPU的Intel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 你不叫美国人 杯葛回美国企业? 只是丰田要捐 你就找丰田来搞的? 因为它是约定公司 不搞它 丰田是这样的 其实他们之前 就停了捐钱给那些议员 支持167政变的议员是停了的 其实我刚才说了几间 比如GE 就是General Electric 那间通用电力 Intel City 和Amazon 其实他们之前 都是停了捐钱给支持167政变的议员的 但是他们现在 当然是又捐钱给他们 大家要明白 美国从来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捐钱给那些大公司呢?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捐钱给那些议员 那些议员又坐在国会那里 那些国会就可以搞你的企业 是的 你给钱给他 他可能会帮你美言几句 那些议员一下 对你的企业是有好处的 就算没好处也不会搞你 就算是收给保护费 收给保护费 其实 这个就大件事了 这是牵涉到一个原则性问题 因为167政变是要政变的 大家要记住 暴动是要摧毁 推翻美国的制度 推翻选举结果 严格来说 推翻整个美国行之有效的 他们说的 行之有效的制度 美国制度有没有效呢? 其实 大致上是有效的 都运动了这么久 大致上是有效的 大致上是有效的 对于企业来说 也是非常有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在美国是赚很多钱的 而且交很少税的 事实就是这样 比较起一般人来说 企业在美国是好的 因为是好做的 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 对不对? 好了 选举完之后 你们不认的选举结果 就冲进去国会山庄 接着还有议员是支持这些人这样做的 那其实你是不是应该 要那些议员收工呢? 其实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最初企业 都想着可以要他们收工 那些企业就是说 不捐钱你就收工 结果不是 结果呢 现在看到中期选举的形势 这个中期选举的形势 就真的是大了 为什么说中期选举的形势 是大了呢? 就是民主党看起来 就会输很多 因为那个通胀的问题 是啊 那么David Young 大家找到钱 什么制度都有效 但是那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现在你看到美国是 再向一个更加差的方向去走 为什么说再向一个更加差的方向去走呢?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你有没有理由 人家要政变呢? 现在人家要政变 摧毁你的制度 推翻你的制度 特朗普其实不是说要捍卫美国在用的制度 特朗普是乱搞的 特朗普是乱搞的 那么竟然呢 就是共和党那班人 是对特朗普的乱搞是示弱无睹 还要支持特朗普乱参搞的 其实现在是共和党 那你说是不是很大事呢? 如果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去看 是不是很大事呢? 但是企业竟然是要相信他们的意义 现在是 是不是? 也要相信 你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的势在你们的里面 势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你们的意义 捐钱给你们 这些其实真的很黑暗 我的看法就是 黑暗到不得了 美国就是 为什么企业要捐钱给政变的支持者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没有可能呢? 香港企业支持支持反政府的事情 他们会不会光明正大地捐钱给那些人呢? 那些地下司令会不会光明正大地扔钱下去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也不会的 现在美国是可以的 美国是可以的 光明正大地给他们的货水 但是问题就是 光明正大的话 但是它是要推翻 令到他们的企业 赚很多钱的制度 现在是 拿自己来搞 我想是 哪有很多钱的? 一时的贪念 或者是 他怕死的 其实是买他怕 现在我的看法就是 那些有钱人是怕死的 有一部分是 为什么Amazon这么有钱呢? 也要捐给这些 共和党那些 就是共和党这些人 因为他们有小的 譬如他们说 不行 我要整条法律 就不准你再触遞了 触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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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推特上 这是热议题目 在美国正在热议 为什么 有些企业 竟然可以想这些 去 严格来说 是摧毁 美国的制度 老实实 整件事不多 整件事 DV章就是 墨西哥在围场 他收了不少 就是川普 我不知道他收了多少 但是他们那些人 是乱来的 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很明显 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 这些我粗钱的看法 这些根本就是 他们的政治力量 和有钱的财团 是连结在一起的 分不开的 现在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背后财团支持 你连入围做候选人的机会 也可能没有 不过 连丰田也要捐钱 其实这就是 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你不捐就搞你了 丰田不是被美国搞过的 之前罚了不少钱 是啊 但是丰田好笑 我告诉大家 丰田是捐了一千元美金 就是这样说 他是怎么捐的 他是捐给几个议员 众议员 一个叫 Jackie Walosky 他这个就是 Indiana的议员 另外一个叫 David Kutsov 这个就是田立西州 Tennessee的议员 候选人 另外一个叫 Garrett Graves 这个就是 我也不知道哪里 LA LA是哪个州 LA简称是哪个州 可能是拉斯维加斯 LA应该是拉斯维加斯 他们还有就是 Trens Kelly 这个就是密西西比 他就是每个人捐了一千元的 就是每个人捐了一千元 都有人出来说要杯葛他 哈哈哈哈 玩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暗示都要杯葛 但不只是他捐的 我告诉你 因为 这个 我为什么 我也要说回 其实捐钱的很多 但是他们就抽了 封田来玩 现在在美国 其实你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美国 其实他们都很排外 就是这样 其他 刚才我说的那些企业 可能捐的钱是更多的 就是Intel City Bank 应该捐得更多 City Bank GE GE 和Amazon 他们应该捐得更多 没有数据 但是现在 现在报道出来 只有丰田捐款的讯息 出来搞 那么 深水埗赌贡 捐一千元 给他们执药 那么 他很搞笑 每个捐了一千元 就是每个捐了一千元 其实你捐回港元 就是七千八百五十元 现在 不是真的那么多 就是香港的议员 在以代弊 一个月都 几十万 是不是 那么 现在就非常之针对 就是丰田这间 外国企业 所以日本也没有实力 可以维护到他们企业的权益 其实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日本也没有出声 其实就是 是完全不敢出声 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 癫得汪 搞那么少 就当我们乞丐? 当然搞定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 反对丰田给钱的人 其实就是美国民主党的人 就是说要杯葛丰田的人 其实严格来说 是美国民主党的人为主 其实就是 他就说 丰田说大话 也破坏美国的民主 这个其实上纲上线 他捐一千元 怎么破坏美国的民主 对吧? 你想想吧 莫叫邪姐 就说出手比较低 但是 现在有些人很厉害 现在有很多人出来说 我很厉害这个 丰田 要杯葛丰田 现在在推特局上 不断传的 还有 现在就上升到一个 外国主义的层次 就是说 丰田是叛国企业 O2XX就说 周明宿舍LA是Louisiana 我也不懂 所以说不知道 现在解释清楚 Louisiana 我不知道 因为她是宿舍的 James给我的资料 他只有宿舍 我不懂 因为我有些东西都是不懂的 我们也说过 很粗浅的 深水埗倒棍就说 因为民主党 连一千元都收不到 民主党他有没有收到一千元 他可能有收 可能有 可能有 但是现在没有公布出来 现在是 他可能是有收的 但是 收得不够多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就是 很奇怪 说真的 其实你说杯葛丰田 我就看到 真的是很昂框的事 这个是 就是 有些人 就是 出来 我啊 有一辆20年的 FORRUNNER 其实就是那些 四驱SUV 就是 truck based SUV 就是本来是货车 就是 製造了一辆 私家车 2020年 他的车 到了2022年 升值 升了百分之二十 厉害吗 2020年买了一辆车 2022年 竟然升值了百分之二十 因为车会升值 就是很厉害 Michael Tone 就说 LA是罗省 不是 不是 城市 LA就是洛杉矶 城市 但是我刚才说州 我就不认识 LA是什么州 我都说不认识 你一打下去 找一下 LA是什么州 你不知道 当然 其实有 蜂友就找了出来 就是 Louisiana 当然我是不认识 这个是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 Toracef 说 美国的香港学生 一落地就去买一辆丰田车 但是现在的丰田车 二手车比新车 你知道吗 大件事就是 还有一件事就是 2020年 开了两年的车 竟然升值百分之二十 在推特的讨论 你就会看到 其实 有些美国人 都是很理智的 其实就 好了 Freder Wong 说 现在的车不会升 但不会跌 因为缺货 但是 他说的是事实 他说的 我也查过 那个人说 他那辆2020年的 Fallrunner 为什么 现在可以 升值百分之二十 其实就是因为 这样的 美国他们 缺很多东西 而有些东西是能够值的 就是 那些比较内容的 汽车 品牌 的汽车 是能够值的 那些车款 是能够值的 托特斯特就说 风田二手一向都有价有市 但是以前是不会升值的 但是现在 其实有一件事 就是 人们觉得通胀 是不能回头的 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 有些钱 他都想着 找东西来买 比如台仰 刚才未开麦前 他已经问我 现在有什么去买 因为台仰 他最近生意比较好 也找到吃 我好想 是找不到 又用力了 生意比较好 找到吃 他说有什么可以买 是啊 但是现在市面上 其实没什么可以买的 你买一辆车 现在有货的车 老实说 有货的车 根本肯定是要贬值的 没有货的车 就有可能会升值 事实就是这样 没有货的车 你也买不到 对吧 你订不到 其实就是 Yvonne Krum 说 没有事正常 多谢你告诉我们 不知道会如何 KeyFact 说 现在会估计市值更高 因为有一件事就是 美国人 就是有钱的人 他们现在就是 追求一些可以保值的东西 他们都觉得 这个通胀情况 是会恶化的 有很多人都是 他们这些钱 就擠去一些 内容品那些东西 就是楼 他们都会擠去一部分 Ben Chan 说 现在不是买Low 保值了 买Low 从来都 贵款是不保值的 我也要告诉大家 有些人之前问我 有些转Low 保不保值 其实最保值的是降标 Low 一向都是 其实连白金也不是很保值 因为你去买的时候 已经贵很多 之后二手就没人要 很奇怪 譬如有些人去买40万只Low 但是那些是不保值的 根据我的了解就是这样 强盛就说 寻找买陈皮保值 买普里茶 和买茅台都保值的 但是现在西方人又不是这样 他们买的东西是很有趣的 第一就是买楼 第二就是买车 当然是 车就很奇怪 有些车 你怎样都不会保值 它的情况就是 容易坏的东西 现在是要割价求售 有些地方还是 还有就是要借钱给你买 譬如 三年都不收你利息 分三年还钱 是专门这样的 其实有些车的品牌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很难搞的 好了 Sara Chan 又有很多 old school classic 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他们现在很强调就是 杯葛这个丰田 这个 hashtag 就很热 现在他们那里 所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问题 那就是 丰田究竟是不是说 什么不支持民主呢 或者不支持这个正义呢 现在有人就拿了一些照片出来 就是拿那些 即ISIS 即ISIS他们的车队 其实是丰田车队来的 这个伊斯兰国 这个这个 别人 他的皮卡车做得好 而且 一向都是恐怖分子 很受到他们的欢迎 拿皮卡车装置 炮在车尾上 然后就可以作战了 代表他的质量好 其实现在又说一件事 拿出来说 就是2015年的时候 为什么 有这么多丰田 你们那些恐怖分子手上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丰田 专业用丰田 专业用丰田 因为在伊拉克 敘利亚 利比亚 全部都是丰田 就是他们那些 哈哈哈 和美国作战的车队 全部都是丰田车队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有很多 还要是 就是我们叫什么 LC70 就是Land Cruiser 70 就是 这个六秦70系 就是旧款的 现在没有货 现在又是给他们那些 买了 买了 二手都没有 现在没有货 现在很贵 那些车炒到 就是 当然 为什么会炒到这么贵呢 就是因为 他们现在 其实丰田的产量 其实比之前减少了很多 比之前 那么 汪奴就说 之前 塔利班也是用美式装备 不是 塔利班转了用什么很久 转了用AirCare很久 他用美式装备不是没有 他是有美式装备 就是 之前阿富汗军队留下的那些 但是快没有了 用一下就没有了 那么 MH10030就说 塔利班也有Humry 那么 那些塔利班 为什么他会有Humry 又是美国佬留下的 美国佬留下的 留下给阿富汗政府 他接管了阿富汗政府 就有了 但是没有蝕的 没有蝕的 前阿富汗政府的钱 在美国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錯,莫叫姐姐記得對了 就是封台之後才有正向 沒錯,封台之後才有正向 而且最初不是封台那麼簡單 最初封了所有盈利 最初封了這一點 其實盈利那裡,現在很多都是黃標 所以沒有什麼關係 殉群說,豐田皮卡四缸很節儉 好,看看你再多重 我的經驗就是你再多重 搭一枝炮,加一個射手在後面 再加一個司機兩個人 一枝炮很輕 一般你在中東的地形,山路可能比較少 他有座位的,很棒 他有幾枝炮的,很厲害,不是一枝 他們戰鬥到底 放一個摺椅子在後面 是啊,但是封田他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解釋過 他也照被美國人罵,罵到七彩 所以封田也很無辜 是啊,封田他有一個政策 他就說,我們不會賣給恐怖分子 不過說真的,你怎麼知道那些人是恐怖分子 買車也不會叫你填一張什麼 對吧? 不會填職業的嘛 我職業寫著,恐怖分子 Terrorist 是啊 不會的 哈哈哈哈 我怎麼寫司機,我怎麼寫司機 都不用填職業了,買車的名字 對吧? 好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一會兒正向下午茶再見 正向下午茶有很多議題 今早說不到都會正向下午茶說 包括上海抗疫的問題 好呢 好呢 就是這樣,拜拜 拜拜